大家好,这里是三个锦囊 如果有人要给你发诺贝尔奖,你要吗? 如果有人要送给你一百万美元的奖金,你要吗? 如果有世界级名校请你做数学教授,你要吗? 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求之不得 但却有这么一个人,面对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面对一百万美元的奖金 面对名校的数学教授职位 连个步子都没说,就转身离开 继续去做自己的数学研究了 这个不修蝙蝠性格孤僻的怪人 这个一名惊人的数学天才 解决了数学上著名的难题彭加莱猜想 他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佩雷尔曼 1966年6月13日 佩雷尔曼出生在苏联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之家 他的父亲是一个电子工程师 他的母亲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 坏消息是,这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好消息是,父母虽然没有给他优越的物质条件 却给了他一个聪明的大脑 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数学的兴趣 当其他孩子还在尽情玩乐的时候 佩雷尔曼就已经在提前钻研小学数学课本了 6岁的时候 佩雷尔曼进入母亲教书的学校学习 当同学们还在学两位数运算的时候 他就已经熟练掌握三位数的加减乘除了 那时候学校有安排好学生帮助差学生的传统 佩雷尔曼只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把最差的同学变成了最好的学生之一 16岁的时候 佩雷尔曼进入圣彼得堡第239中学学习 入学三个月 基本还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佩雷尔曼 就以满分的成绩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奖 这也是当时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不到一个月之后 美国人就发现了这个前途不可限量的神童 一所美国大学给他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 邀请这位数学天才赋美深造 然而佩雷尔曼却选择了拒绝 可见天才的脑回路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 中学毕业之后 佩雷尔曼以免试的成绩进入圣彼得堡大学数学系 他的同学们回忆 说佩雷尔曼像外星人一样聪明 而且还乐于助人 不过对于自己的外表却远曼不惊心 他总是拎着一个装满书的破袋子 穿着已经磨出洞的衣服 头发很长了也不去剪 虽然不修蝙蝠 但佩雷尔曼却很有爱心 有大学同学就看到过 他手拉手扶着盲人过马路 1987年 21岁的佩雷尔曼考入苏联科学院 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 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 并留在所内工作 两年后的苏联解体 在当地犹太人当中掀起了一阵移民潮 佩雷尔曼的父亲和妹妹也选择移民 但他的母亲却坚决留在俄罗斯 家庭的变故让佩雷尔曼深受打击 他决定永远不离开母亲 却也变得越来越自闭 1993年佩雷尔曼到美国所访问学者 不久之后 他就证明了黎曼几何的重要猜想 灵魂猜想 据说 在这个领域之前 哪怕是小小的进步 都要数学家们好几百页的长篇大论 而佩雷尔曼的彻底证明 却只用了四页纸 这个时候美国名校再一次 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其中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每一个都是大名鼎鼎 每一个都是数学领域的梦寐以求 但是佩雷尔曼又一次拒绝了 他那时候的同事说 佩雷尔曼虽然性格有点孤僻 但对朋友和同事却都非常友好 2000年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选出了七个千年大奖问题 并提出谁能够解决这七个数学难题其中之一就可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励 这七个数学难题分别是 NP完全问题 霍奇猜想 黎曼假设 杨米尔斯理论 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 BSD猜想 以及著名的庞加莱猜想 2002年开始 佩雷尔曼悄无声息的在论文预印网站陆续发布了三篇论文 论文的内容是庞加莱猜想的证明 这个证明震惊了整个数学界 2004年 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推荐佩雷尔曼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但这个怪人又一次选择拒绝 2005年 佩雷尔曼甚至辞掉了在数学研究所的职位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不知所踪 2006年8月 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国际数学大会上 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菲尔兹奖 这个大名鼎鼎的奖项 可是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因为诺贝尔有一个情敌是数学家 所以诺贝尔奖中没有数学奖 菲尔兹奖就成了数学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能拿菲尔兹奖的数学家 都是可以在数学领域名垂青石的 面对这样一个大奖 佩雷尔曼依然选择拒绝 据说为了说服佩雷尔曼接受奖项 国际数学联合会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他 苦口婆心的劝了十个小时 目标只是让他去领奖 或者哪怕不去领 只要他点个头说接受奖项 就可以把大奖直接寄给他 但佩雷尔曼还是坚持拒绝 解决七大数学难题之一的 一百万美元奖金 曾经让无数人垂涎欲低 却无能为力 可是当克雷数学研究所 要给他发奖金的时候 拒绝拒绝还是拒绝 解决了庞加莱猜想 让佩雷尔曼名声大噪 也让他不得不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中 但是他却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 记者要给他拍照 却被他大声喝止 就连像自然科学这样的著名杂志 他也是不屑一顾 面对金钱和荣誉 这位科学怪人 这位数学天才 总是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回到家中 继续过着简单的隐居研究生活 有人说他不修蝙蝠来去无踪 有人说他淡薄名利 待人已成 有人说他旷世奇才 前行研究 有人说他就像一个大侠 事了服依器 深藏公与名 也许在他心里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公 什么叫名 数学怪才佩雷尔曼的传奇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三个锦囊专注于讲述传奇人物的精彩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